比亚迪把美国吓坏了 前两天 美国制造联盟向政府打了一份小报告 要求他们立刻禁止 从墨西哥进口中期生产的汽车核领部件 如果不禁掉 那么美国汽车将会彻底被消灭 为了让报告根据威胁型 他们还以比亚迪琴为例 说比亚迪琴的售价只有1.4万美元 如果卖到美国 那么一定会迅速火爆全美 到了那时候 代价就是美国汽车产业的崩溃了 你还别说 比亚迪真有这种想法 他们已经规划在全球建设组装厂 其中墨西哥也是重点考察对象 因此 比亚迪就成为美国汽车格外关注的对象 他们害怕以比亚迪为主的汽车产业链 从墨西哥弯道进攻美国 这才联合起来向美国政府打了小报告 可美国政府也头疼啊 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打压中国车企 而是已经非常努力了 就是没办法 早在2018年的特朗普时代 美国就对中国汽车增加了10倍的关税 别的国家只有2.5%的税额 而中国则高达25% 拜登时期他们又搞出了通胀削减法案 要搭建自己的汽车供应链 但是苦于自己制造业基础实在太薄弱了 于是就把墨西哥给推了出来 这个法案规定 只有在墨西哥这样的盟友国 组装的电动汽车 以及四成原材料在北美的动力电池 才能获得补贴 2024年时 美国干脆又把四成的规定 提高到不能含有一丁点的中国原材料等等 可以说 这么一套连招打下来 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给隔离起来 然后围绕美国周边再造一个汽车供应链 在这个供应链里 墨西哥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只有墨西哥产业链崛起 美国才不会被中国垄断 结果老美千算万算 就是没想到 墨西哥汽车产业的背后 竟然都是中国的声音 仅仅2023年一年 在墨西哥挂牌注册的 中国汽车零部件厂商 就有33家之多 其中18家企业从墨西哥打入了美国市场 根据统计 2023年 他们向美国出口零部件的价值高达11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15% 这让美国汽车产业的企业们非常难受 原本扶持墨西哥是为了打压中国 现在可倒好 中国企业借着墨西哥 反而把美国制造业给坑了一把 这让他们怎么能安心呢 但是让他们更难受的是 这些中国企业是美国汽车品牌 自己邀请过去的 比如福特邀请了宁德时代 去美国和墨西哥建厂 马斯克也曾邀请中国汽车供应链 去墨西哥建厂 原因就是墨西哥当地的汽车供应链 无法支撑起特斯拉在墨西哥的超级工厂 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 也看到了墨西哥的潜力 都跑过去强占市场 中国汽车零部件太能搭了 不仅价格没力 性能还相当优秀 美国汽车巨头 用他们生产的零部件 不仅节省了利润 而且也能更快的向电动车转型 于是美国汽车产业链就有点分裂了 零部件企业们 希望美国政府制裁墨西哥的中国企业 美国汽车品牌们却不这么想 他们早就受购了美国成本高昂的零部件 以及顿不顿就闹罢工的汽车工人 去年美国汽车工会 UAW组织罢工 可是导致了近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这得卖多少辆车才能招募的回来 墨西哥产业链完善的话 不管是从它那里进口零部件 还是直接将工厂搬过去 都可以活得很滋润 要是墨西哥产业链崩溃 那美国汽车工人和协会 还不得上天了 再来几次大罢工 他们还活不活了 美国政府就非常苦恼 邦零部件企业吧 美国汽车战略就得崩溃 前期的努力也白费了 要是帮助汽车品牌吧 那美国汽车制造业 也会变成空性化 久而久之 美国的汽车产业 还是要看人脸色 于是难题就出来了 好像不管怎么做 自家的汽车战略都失败了 我们只能感叹 这或许就是历史车轮 念过的压力吧